我们崔森的官方定一个树木医学中心 提供服务、培训、研究、教育 让国内的树木保护人员的制度来上路 我们一直在推的 也就是台湾的树木医疗体系 从医学院、医院、药局这样的角度 来成立我们的树木医学中心、树木医院 还有透过技术移转来做这些药剂的生产 我有个计划一直在做核根病的通报系统 各地有疑似树木得了核根病 它都会通报到我们的中心来 然后我们中心负责给它诊断、鉴定和防治建议 十年前我就到香港去报考国际树医师的证照 台湾的树保制度要上路 正确的人来修树、来维养树 这位健康 我在做的一个工作也是会到给地方、县市、政府 志工、上课、推广教育 希望做的就是说把树种好 要种树的时候 你就需要去咨询树医师 告诉你 你应该选择正确的树种 适地、适中、好的维护管理 在我们的生态环境中达到永续的目标 都没有人隔了 那么多发展 我们的次见 我们的资源 我们的资源